来自重庆公司经理 女主人公小僧 20岁来自重庆 本车在读 来 无情 无情导演 这个就是小婚纱是吧 对 就特别想穿上是吧 对 特别想穿给她看 男孩子31岁 女孩子只有20岁 我给大家看一组照片 让他们来给你们讲那些照片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小女孩就是这个想穿婚纱的新娘子 是不是 对 那个老师就是你对不对 对 这是多少年前 03吧应该是 03年 当时你是她的老师 我是就大三就去他们那边实习了 那照片等于说是那个六年级 他们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找的 这个是现在的照片了对不对 对 后来你们怎么还一直保持联系呢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三春主要是太穷嘛 百分之四十吧 小学的一个学历 然后她是一个特别好学 特别就勤奋的一个女生 可以有机会读初中的时候 就是他们那时候村里边唯一的一个 我会觉得自己身上的一个人生价值 比较体现比较自豪的一些事 把她当成自己的一个门生那样子去关爱 所以就一直有比较多的一些联系这样 就是你住学呗 住学的话其实是从那个高中才开始的 等于初中开始关心那个孩子 他读高中的时候你开始资助他读高中 对对对 一直到大学 对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这个学生一直暗恋你爱你的 逐渐有感觉到 之前的话他可能只是一些完全就是学习上的 到大学后来逐渐才清楚的感觉到一些 那你那时候有女朋友吗 当他在读大学那个期间我是有的 后来分开了 为什么 本身我们两个之间就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可能说相处上性格上的一些东西 小生他发给我的一些短信 被我之前的女朋友看到 因为这是一个爆炸点 我们就有争吵有干嘛就分开了 那你们俩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哥哥和妹妹还是说叫朋友都可以吧 这种状态 实际上面等于今天你是来向他表白让他做决定的 是继续保持兄妹关系 还是说变成情侣关系 我今天是想来让他真正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感情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喜欢我的 毕竟这么照顾了我八年了 对我这么好 他不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对老师 首先老师对学生好应该是很天经地义的事 然后呢 在他们那个学校那些那些孩子 其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读书的 反正之后也是要去种地去干活 我那个读书是一个浪费时间浪费经济的事 而那小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 所以受喜欢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当然说到他成绩也非常好 自己的一个实习也好 干嘛也好的一个价值能得到体现 所以我会一直很照顾 是这样子 那我平时和你一块出去玩 我看中的一些东西 你都会买给我 这是为什么 怎么说呢 就算一个给自己的一个晚辈也好 还是妹妹也好 买点东西也没有什么 不用花太多钱的一些东西 平时他在忙我打电话给他 他都会来陪我 没有到那个程度了 能够抽得出来时间的情况下 他来电话我会过去看他在学校的话 因为刚好我和他学校距离也蛮近的 然后时间如果OK 只是说刚好很多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刚好时间也抽得过来 或者说他可能就知道说 刚好我比方说是晚上比较有空 或者周末比较有空 给我来的电话 并没有说在比方礼拜一一早 很忙的时候来电话 并没有这样子 他可能也比较了解我的一个时间上的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老师 没了 不想问 问吧 为什么不想问了 失望了什么 对 不好意思 我可以失望吗 我真的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因为我的妹妹是比较害羞一点 对于她的表姐 然后我性格当然跟她不一样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小燕这么讲 我真的是很生气 在我眼里 你们俩就是一对情侣 我们一起进到出去玩的时候 你们相处的那个模式 不是情侣还是什么 你们已经认识八年了 你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他没有一种喜欢的感情 而只是失望的感情 能做到这样吗 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吗 不可能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问你 你是图我妹妹长得漂亮吗 还是图我妹妹比较单纯 你好欺骗 我觉得你如果是个负责任的男人的话 不应该像刚刚这样 你说你生气 难道说对一个老师来讲 他去关心自己的一个学生 那有错吗 我没说你错 我是说你居然气 我没有感激 居然还是生我的气 不是说你对他关心是错 我生气的是 你为什么到现在 还是这样逃避 我逃避什么了 那我问你 你对我妹妹为什么这么好 你从小时到现在 到十八年了 老师就不应该去对学生好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身边没遇到你像这样的老师啊 那是你自己没遇到好老师 是不是 那你对其他学生也没这么好 因为你其他的那些同学真的就不爱学习 你也知道的 那些可能小学没读完的很多 小学读完了自己 就混完毕业的也很多 八年了 你难道没感觉出我妹妹喜欢你吗 如果你感觉我妹妹喜欢你 你就应该跟他说清楚 你就不应该跟他继续保持这种暧昧的关系 那我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一走了之 还是不联络 还是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 那你就应该直接跟我妹妹说 你说你对他只是私生的感情 而不应该在后面一起出来玩 一起还保持那种很暧昧的那种感觉 我就对他有你这种男人 就是什么搞暧昧 老师关心玄师 还有就是不懂得拒绝 对 你要请注意你的措辞 那毕竟是撕住你妹妹的 待下去啊 一直这样晚着 你就让她晚着是吧 你不想去破坏这种纯洁的友谊 对 因为这段纯洁的友谊当中 这种撕住的过程当中 实现过自己的价值 但如果一旦参入了爱情 这就变味了 对 你爱他吗 爱 如果这个男人说了 他就是喜欢你 并不爱你 他不能娶你 你会怎样 我努力过了 你努力过了 你无所谓了 对不对 对 你会伤心 但是你不会纠缠 对吗 对 我们先把问题弄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让专家提问吧 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 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爱他 恰恰他是你的学生 你觉得这个对你而言受限吗 谈不上爱 就像说可能 我说打比方你爱他的话 而他又是你的学生 这个身份会不会影响到你去爱他 感情上不会影响 但是可能在心理上会有一个障碍 我不想这样子 你现在说一下你障碍有多深吧 你自己的感受是多少 我不确定 不确定 对 那我的感受是这样 现在他没完地下来 他在犹豫 是不是这么说 我跟他现在不确定这种关系 因为感情没有到 第二个呢 我可能离远一点 我再去慢慢地审视 也有可能这种想法 对不对 是吧 有可能 但是呢 这种考察要尽早 为什么呢 他是你的学生 毕竟是有八年的这样一个资助的关系 他现在对你而言的话 非常的依赖 所以他对这份感情也非常的看重 如果你在犹豫当中 可能就伤害他了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感情取向 那么接下来我来告诉你答案 我敢断定 你根本就不爱他 首先 对于一个自己明明相爱的人 去讨论爱不爱他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些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第二 坦说的来说 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子 站在台上已经表达了爱 在这谈你到底爱不爱他 对他来说是一件极不尊重 极尴尬的事情 所以我断定你根本不爱他 你说有必要吗 如果我真爱对方 我有必要在这讨论 让家当讨论吗 根本没有必要 你可能有一点点 不死 或者有这些年的 这个失神感情在里面 但你一定不是作为一个男人 爱女人那样爱他 一点都没有 本来就 从来就没有说过 是啊 那你就直接说不爱嘛 但是 你比如说你 假设你今天出去认识一个异性 可能你对他有好感 那不叫爱 但是你也愿意去和他相处 是吧 八年来 就那张照片也照了有几个月了吧 你都没好好想象这事啊 说清楚 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对失神关系是一种尊重 对男女关系也是一种尊重 杨先生 没有逼你一定要怎样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特简单 要往前走也明确告诉人家 不往前走 就维持在一个关系的维度上 也告诉人家 仅此而已 就这么简单 我一直其实特别想听听你父亲的一些说法 我们下面进入踏浪旁观点 这是南方的父亲 我对他们的问题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他毕竟是失神关系嘛 作为女孩来说 我就觉得他有点感恩的情况 我很感性的问你 就这么一个姑娘进您的家门 您认她吗 我觉得还是不要破坏那个失神感情 我不说失神感情 就是这么一姑娘 您认吗 他们两个考虑到确实很成熟了 你愿意在一起 他们如果说能够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所以我们家长来说 也不会强行的干涉 但是他们要充分的考虑好 以后他们的相处能不能长期在一起 这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清楚的 毕竟来说 有一层失神关系 再加上年龄的差异 有些东西现在是看不出来的 其实在您的观念里面 不太接受这种失神恋对吧 是 苗老师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 当对方明确表白的时候 包括姐姐我看也是这意思 姐姐的意思 姐姐 你哭得稀里哗啦的干嘛 我妹妹她喜欢了这么久 我作为一个成熟一点的女儿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对那种 男女思念的对她的爱 但是你一定影响到我妹妹的情感 你知道不 你是个成熟的女人 为什么你不资助你妹妹呢 我只给她答一点点 我怎么资助她嘛 那你为什么在谈这件问题的时候 我就搞不懂有一点啊 就是说你对于对方的一种苛责 是出于保护妹妹 我们可以理解 但我们听不到一点你对她的感恩 感恩是肯定有的 但是我就真的是很讨厌这种爱慰的这种男生 因为你知道一个女孩子 人家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你看对人家的以后情感中上是影响多大 你一直在强调说八年八年八年 你这个八年的时间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其实认识八年而已 小学开始 我就希望你现在给我妹妹个明确的答案 不要再这样犹豫好不好 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够无来任意一个 这个八年来亲心相助的好老师 杨老师在这八年过程当中 对小曾是一个权力的一个教育投资 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 而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也放入了感情的投资 他现在目前不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析清楚这个问题 事儿已经很清楚了吧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的 既然人家姑娘已经要求 你要给一个说法了 那就得给一个说法 对吧 是说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们试着厨 还是说我们保持师生关系 我怕如果我说出说保持师生关系 他可能就 就我们之后就 就没什么太多往来练习 你是真的我理解 自己的一个作品 自己的一个成就的东西 突然一下就没了 那种感觉 我不想失去 你会当我妹妹的中心 你这话说的对 所以我们要逼着他做决定 如果你今天跟他确定了 你不爱他 我相信我妹妹是不会死缠着你的 不爱 爱肯定是不爱的 对啊 你也听了这些了 他又很明确地说 他对你的爱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也许 你做一个决定是不是会更好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我十八年了 我觉得你应该模过 我们之间的成关系 能够地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感情 没了 好 或许我在之前的一些方式上 可能有待商榷吧 但是怎么说呢 真的 对不起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来 请关门 请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来一起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